歌神张学友在浙江开演唱会 谁大驾光临呢 就是这个姓鱼的男人 他是什么人呢 这个逃犯 这一刻完全陶醉在歌神的歌声之下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更加没有想过已经被警方钉上 当他听完演唱会 心满意足离开的时候 早已经埋伏的警察 就一拥而想将他拘捕 因为听歌神演唱会 已要跟警察走的 他不是第一人 在上个月7号 歌神在江西南昌的演唱会 警方已经捉到一个涉及经济案的逃犯 我们几个朋友跟我买了票 然后跟太太一起去 他都知道的话就不会去了 这个世界 有早知就没有客意了 而在今个月5号 另一个歌迷 也都在近周演唱会被捕 从此 歌神不单只是歌神 还多了个发号 逃犯黑声 我看到朋友都觉得 哇 很好笑 这样 这样 无论做什么人都需要娱乐 我都多谢他们看我演唱会 不过 一个好的地方 只是告诉他们 无论去哪里都会被人捉 如果是要拆 演唱会 狠狠地多过一万人 警方为什么可以这么轻易捉到逃犯呢 他们靠的是人面识别系统 每一个观众入场之前 都要给部机数一数 所有人的资料就会无所遁形 不过这样都引起了 很多人对私隐问题的担忧 好像说在杭州一间中学 安装了一个系统 去捕捉学生上堂时候的表情和动作 计算他们上堂的时候专注度 以后学生的一举手一头足 都会被人记录了 我就想起一套经典著作 1984的一句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够了 一会儿还有其他新闻 拜拜 拜拜 拜拜